据观察者网报道称 8月2日晚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警告坚持窜访台湾 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前高级过问退役上校迈克格雷格称 美国现任领导层对台政策危险且鲁莽 而美国根本没有准备好与中国开战 据俄飞行社消息 迈克格雷格对该社表示 拜登政府十分愚蠢 其台湾政策鲁莽又危险 30年代 日本帝国就曾以台湾为跳板 入侵中国 如果中国认定 我们是在把台湾军事化 并以此以作为对付中国的基地 他们肯定会翻舍 我们对此无法阻拦 迈克格雷格是特朗普政府时期 代理防长米勒的高级部门 并一直担任该职位到特朗普下台 他相信美国现在无论如何都没有准备好与中国开战 我们在太平洋西部没有后勤基础设施 来打这场战争 迈克格雷格说 我们不负责任的挑衅中国人 就像我们多年来 在乌克兰局势中挑衅俄罗斯一样 不是北京警告 就像我们不是俄罗斯政府的警告一样